大家好呀,欢迎来到民众看剧 今天我们继续讲解《浪漫速成班》第五集 上期我们说的,领听海依上精英班的男生从补习班大楼坠亡 不久后,实体被发现,阿财家的神秘人在现场逗留了一会儿 悄悄捡走了地上的钢珠 第二天,消息传开了,师生们都因此感到不安 补习班停课一天,男生死前参加了直说的课程 按照流程,直说也接受了询问 但警察们并未深入调查,只是走了个过场 因为尸体上并未发现任何踏刹痕迹 案件似乎显而易解,就是学生顶不住学习压力 做出了极端选择 精英班的妈妈们得知男生的噩耗后深感同情 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步伐 妈妈们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更不应该停课 停课只会引起孩子的焦虑恐慌 于是商议过后,他们集体向补习班提出 正常上课的申请 直说今天很疲惫,他本打算早早回家休息 听说家长们的要求后,他有些无奈 但身为一名老师,他还是决定留在工作岗位上 高考是一场分秒必争的战争 他不能浪费学生们的时间 行善听说精英班仍正常上课 感到匪夷所思 同时也对直说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不久前,直说决定单独给喊一开小灶 条件就是行善要继续卖便当给自己 考虑到教室私自收费上课是违法行为 所以直说不会向行善收取任何补习费用 相对应呢,便当他也不会白吃,会正常付钱 上课地点就定在行善家里 直说还提出了一个要求 这件事要完全对外保密 行善一家人都感到很开心 行善还特意训练舅舅,免得他把这件事说出去 此时此刻,行善给直说发取关心信息 并主动提出给一把喊一的课言后 但直说坚持照原计划进行 关于男生的案子,警察准备已想不开结案 但有名警察总觉得案情没那么简单 他在男生的社交媒体上发现 男生想不开的几小时前 还上传了看起来很开心的照片 而且照片里男生的额头上并没有伤痕 但尸体上却发现了痕迹 这名警察试图劝说他的前辈老松在查查 但老松却按下不表 男生的爷爷是国会议员 为了避免更多流言蜚语 已经传话让警察尽快结案 可警察还在调查男生的案子 通过监控 他们发现男生坠楼前在便利店吃了东西 随后为了抽烟 他走进了监控死角 画面里看不到男生的身影 但警察却注意到地上有一个发亮的东西 到了直说第一次来家里给海依上课的日子 行善提前将家中打扫干净 热情地迎直说进门 介绍着家里的布置 努力地嘘寒问暖 但直说静止朝着海依的房间走去 没有理会行善 行善询问他想吃些什么 正欲好好表现 直说再次强调了自己是价值一兆的男人 提醒行善不要浪费他的时间 行善只好时去离开 直说和海依也进入了上课的正题 海依不解 直说的时间如此昂贵 为什么还愿意百忙之中来给自己上课 海依不觉得行善的便当具有同等价值 直说回答 价格和价值是两码事 他认为行善的便当就是价值非凡的存在 上完课 直说离开时 发现行善家里点了炸鸡 原来今天是行善家一周一次的炸鸡日 在这个日子里他们一家人会选一部舅舅喜欢的电影 一边看电影 一边吃炸鸡 行善送直说离开又关心了他几句 担心他因为学生的事感到压力 担心家长们坚持上课的要求 会让他感觉为难 可直说毕竟酒精沙场 能够很迅速的处理好情绪问题 反倒是行善和其他家长比起来 似乎有些太天真了 在一个有考生的家庭里 分秒必争的学习都不够 竟然还能悠闲的吃着炸鸡 直说临走前还提醒行善 以后不要和自己装熟 也不要越界表达过度的关心 行善对直说这番刻薄的言辞十分莫满 但免不了还是被说的有些动摇 行善询问海逸 炸鸡热是否会给他的学习带来影响 听到海逸回答不会 行善才终于放下心来 结束了一天的课程 直说开车来到江边 安静地享受行善制作的美味便当 他边吃边看学生们的评论 遇到差评还会举报评论 第二天一早 行善帮直说做好了便当 正在打包时被好友看到 直说帮海逸补课这件事 好友还不知情 为了贯彻保密原则 行善遮遮掩掩地说 是给舅舅准备的便当 差点穿帮 接着行善把便当送到来直说家门口 直说吃完早餐来到补习班 市长在打印机里 发现了打印考卷的记录 怀疑有人泄露了试题 正在向同事追责 闹得不可开交 一旁的直说心虚起来 昨晚是他打印了试卷 带给海逸 他一时忘记了 会在打印机上留下记录 直说连忙叫走市长 一向最警惕试题外系的他 如今判若两人 他主动删除监控记录 大意凛然地告诉市长 同事们都是家人 这种事没必要深究 闹大了只会影响团队凝聚力 而且有可能是机器出了故障 在直说的一番话语下 市长不再追究此事 另一边 舅舅每天都会光顾一家咖啡店 他喜欢其中一位服务生做的松饼 但也因此被当成了跟踪狂 服务生还特意更换了上班时间 舅舅打听到对方换班后 又在他新的上班时间光顾 结果这次发生了冲突 舅舅在接过松饼时 食物上的巧克力酱弄脏了服务生的手 舅舅连忙帮忙擦拳 却被当成了变态 送进了警局 服务生还准备提告舅舅 这天晚上直说刚来到刑善家 就听说舅舅出事 刑善立即赶去警局 恰好这是他的车坏了 于是直说顺利成章的 坐起了司机将刑善送到警察局 了解了来龙去脉后 刑善连忙向服务生和他的男同事道歉 舅舅患有自闭症 生活可以自理 但是难以拿捏人际交往的界限 不懂得察言观色 一旦迷恋上某件事 就会深陷于其中 他真的只是很喜欢服务生做的松饼 才会每天光顾 绝对没有恶意 刑善说着忍不住哭了起来 服务生也心有不忍 看到刑善匆忙出门穿错了鞋 他决定和解 不再提告 只是希望舅舅不要再去他所在的咖啡店 直说在一旁 看着刑善边哭边道歉的样子 没有上前打扰 而是在警局外 一直等到刑善出来为止 最近直说的竞争对手在背后打听 与直说有关的小道消息 他打听到 十年前直说还是树里王的助教室 当时有个女学生和直说特别亲近 后来女学生想不开 直说因为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 被树里王开除了 再联系到最近男生的案子 把这两件事情关联到一起 或许就可以编出一个颇有可信度的故事了 解决完警局的事 刑善借弟弟回家 和海一一直安抚着他的情绪 刑善十分心疼弟弟 不久后直说路过便利店 遇到刑善独自喝酒 他上天阻止 刑善却发起了酒疯 非要喝完一瓶才肯离开 还大声嚷嚷着 直说是身价一兆的男人 直说只好陪着他喝酒 准备速战速决后送他回去 但是直说的酒量比刑善还差 没喝多少便不行人事 最后刑善只能把他带回家中 第二天一早市长在便利店附近发现了直说的车 而直说在刑善家醒来 身上还穿着刑善的洪睡裤 一衫不整的他落晃而逃 刑善发现他没拿皮带立即追上去 一出门正面遇上了市长和刑善的好影 四人面面相觑 刑善手里还拿着直说的皮带 直说更是惊作在地 现在的局面他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本期结束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笑玩玩哟 拜拜 拜拜